反正委員立林國立年齡科技大學與年輕學子交流座談 有27位朋友們問說面對校園霸凌的這樣一個情況 目前在教育部的防治校園霸凌專區 當然是有0800-200-885的這樣一個反霸凌的投訴專線 但是跟這個投訴專線相關的就是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還是會所謂需要據名舉報 就是跟那個專線的那一個人表明你的身份 雖然說他有非常多的法規會去說 就是不會受到報復或者他不會吐露或什麼之類 但是這位朋友不一定相信這一件事情 還是會長得非常擔心 所以他會覺得說如果身份曝光 如果輿論煎熬的話會非常的不舒服 確實是想要怎麼樣做 當然就是說如果你被教育部的專線 200-200-885這個人有這樣子的疑慮的話 也可以考慮就是多地方政府 055-552-2410應該是 對因為對我們來講我們是公務員 我們在處理這樣子的投訴 這樣子的案子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有一個聯絡得到你的方法 但是這個方法它中間是有一個折衷的 好比像說以前有聽過實名制 賣口罩當然要實名制 因為我們要確保沒有人能夠囤積 但是後來到進出一些公務場所的時候 我們也會希望說 如果這個地方爆發疫情 我們要聯絡得到這些朋友 我們也希望能夠留下大家的所謂的聯絡紀錄 但是這個很不幸的就被叫做實名制 所以就會有一些場所 開始要你的身份證字號 或者要你的真名 或者要你的住址 這些跟聯絡到你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事實上是毫無關係的事情 但是就是趁機蒐集一些的詞 那也不一定是壞事啦 但是就是說不一定是壞心啦 但是無論如果它養成一個比較不好的Dekanol 就是超出必要的目的的蒐集 後來我們就把它變成一個 叫做實聯制的這樣子一套系統 就是說你可以留你的一個代碼 你的命程 你還是要講說怎麼稱呼你 它不像說這一位 快要跳入雲目湖的紅衣小女孩喔 那我們就可以說 或者是一位快小姐 快小姐 對 好 OK 或者她父姓快要 好 Anyway 那所以就是說 這位你還是可以留下你的稱呼的方式 那你可以考慮就是用那種一次性的 Email的服務 Protomail 這類的東西 那其實在網上有很多 這類加密的Email的服務 那你真的很擔心的話 你還可以用余福卡等等 就是說我們可以參考實聯制 就是防疫神明之後還原始聯制的時候 就是你留下一個稱呼的方法 你留下一個基本上你可以在資安上面 有信心的Email服務 或者預付卡的這個手機號碼 那除此之外你就不再透露別的 包含你的身份的字號等等這些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就是你對方要能夠贏得你的信任 就是要幫你調查嘛 處理嘛等等到一個程度 但是呢就算她背叛你的信任 那你就是唯一會這個 就是身份曝光你輿論介號 那就是有一位這個快小姐 對 那這個可能難以重新還原到你的身份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具體建議嘛 就是透過電話 跟不管是0802 0885的朋友 或是055 522 410 或者055 533 4332的朋友 能夠去做一些這方面的資訊 那你透露這個各自的程度 確實是要靠就是她來應對一個信任的程度 使用這樣子的做法 好 那有34位朋友問說 像是唐克文宏對於現今的高教生 她有什麼看法 以及對於現在台灣學店林立 有什麼特別想說的話嗎 這樣子 而且台灣學店四個字還特別的 她就是放在引號裡面 那種台灣黑熊啊什麼之類 專門的專業的名稱 我目前對於高教生 因為我是森林國教課法會的文員 我們當時在做森林國教課綱的時候 確實對於高教有一個想像 那就是說 以前我們在師範體系訓練老師的時候 都是他們是教育部的 特別就是國立編譯館 他們還存在 還不是國教院所的執行單位 那其實每個學習階段 在當時是一個非常線性的想法 就是說每個學習階段要做到什麼事情 然後就分科分組 我就聽說自己沒有經歷過 然後出社會啊 產學銜接啊等等 就這樣子一套想法 但是我們這一次呢 就是耐心課剛好不是這樣子 我們是說自發活動共華 視信陽才等等 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就是希望說 你到了高中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可以體驗 類似我們現在在大學的時候的選修 或者是剛剛講到一些產學合作 或是一些社會責任等等這些事情 在高中的時候就可以體驗 體驗完之後 你如果覺得你立刻就可以對你的社區 對你的鄰居 對你已經認識的這些朋友有所貢獻的話 那你不一定就要練大學 你就可以先就是像我一樣 就是跑去業界 跑去業界幾年之後 其實我就發現說 當我帶了一個比較大的團隊 或是說要開始做國際上面的生意的時候 我真的會需要管理學的知識 國際貿易的知識 一些語言文化哲學等等的知識 但是那是因為我在業界真的有這個需要 所以就像剛剛講到 我是帶著一個想要解決的問題 回到大學來 那這個時候 雖然我當時是唐廳 因為當時就是 對沒有職業教育法 但因為就是我在情況下 我的感覺是說 我跟老師是教學相長的 我帶著業界的一些經驗來 那他帶著他在學校 集了一些理論架構等等 那這個時候 我的學習動機就很強 因為是以專業為導向的 或有人說是以問題為導向的 我反正英文都叫PBL 所以就是PBL的這種方式來進行學習 那但是當然就是 實務上面 我們也看到 並不是這樣子 就是雖然十二年股教育課堂真的通過 雖然我們蔡總 他第一任的時候的證件 就是說18歲 可以幫你找一個什麼教育儲蓄存責 可以先去業界 存個兩年等等 然後之後需要的時候再回來大學 這個都規劃的很好 而且給很多人報名 但是到最後呢 實際上面真的來進這支計劃的人 非常少這支計劃的KPI 預算執行率非常有限 我們問那些同學說為什麼 他們說最後一刻家長反動 然後問說這個家長為什麼反動 因為家長還是覺得先年大學再說 不要等兩年或三年之後再念 那有什麼理由嗎 因為別人家的小孩也都是這樣子 那女人家小孩這樣做有什麼理由嗎 這個時候家長大概就回答不出了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說確實啦 就是我們的這個上一代確實還是有一種 好像無論如何現在老大學是會在說的這個狀況 那這個也是在很多的就是學權組織啊 學生化等等的這個在我們青年諮詢委員會的一個 非常多人連鎖一個提案之下 那也很高興就是他們的這個提案 在最近就是事實上這個禮拜在立法院已經完成了 學生化的委員會的一讀就是全面的把成年的年齡除了 寫在憲法裡面那個投票沒有辦法改之外 其他全面的都講到18歲 所以以後呢就不會再出現剛剛講的那個實際的情境的對話了 因為你到了18歲高中畢業了 那你簽字你就去別的地方了 家長不再能夠管你了 因為你已經是成年了 不太需要就是18到20歲這兩年中間還必須要 好像家長決定你要一定要去念大學就一定要去念大學 那所以我具體的想法就是說 等到我們18歲高中畢業之後就會變成一個 就是實務上面大學對你有幫助 那你就來大學 那刊題來講 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你未來會到業界的時候 你不會忘記這個大學 而且這個大學會存在很久 至少30年了 沒有問題嗎 那這樣在情況下 所以這樣子你到了業界 你再到更資深的情況 或是在研發的情況下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再回到這個大學來 有一個臨時動議說 美人不好意思 講話可不可以稍微慢一點 謝謝 以及有一位哈密瓜說 可不可以稍稍慢一點 快要跟不上了 That 那可以啊 我講話的語速就是我放慢 但是確實像剛才 我是沒有在逗號的地方 即句號的地方 還有好比像說 分號 等等的地方停下來 所以雖然我講話的語速 大概就是這樣子了 但是從現在開始 我會在逗號的地方 再多停一下 有44位朋友們 問說 好 請問政委可以開Podcast嗎 非常多人提這個題目 我現在很多的訪談 包含今天才錄的一個Podcast 我們都會用側拍的方式 放在我們的頻道上 那我們的頻道呢 可以在YouTube的話叫P-D-I-S 這個瘋子 不知道是不是 受到腦鋪干擾 對不對 這個好多了 果然設備還是要生氣的 有39位朋友們問說 中天關台了 但是在中時之類的報紙 YouTube媒體上面 還是會有很多所謂的假新聞 那請問唐鳳瑋 要如何有效抵制 所謂的假新聞 我要假所謂的是 因為我們在行政院 是不用假新聞三個字的 我們是說假訊息危害防止 那原因也是很簡單 因為英文 News Journalism 兩個不同的字 但是在我們這邊 是變成同一個字 就是新聞跟新聞業 或新聞跟新聞工作 所以呢 你講假新聞的時候 別人不知道你是在說 這是新聞工作 但它報導內容不實 這是一種狀況 或者說 它根本就不是新聞工作 然後它冒充成新聞工作 那事實上是 不知道娛樂工作 或者是製造業工作等等 但是還有朋友認為說 它是新聞工作 寫出來的也沒有不實 但是編輯下了一個標題 這個標題不實 但是編輯還不用簽名 那這個也有人把它叫做假新聞 那一件事情有三個 而且互相不重疊的操作性定義的時候 它就等於沒有定義 就是變成好像大數據這種字一樣 就是完全喪失了任何意義 所以這個情況下我們就盡可能用假訊息或假訊息危害防治的這個方式來進行討論 假訊息危害防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就跟我們防禦這個生物病毒一樣 心靈的病毒也是一樣 就是要戴口罩 就是要戴口罩 清洗手 我們的生物病毒跟這個假訊息心靈病毒 它有一個相同的概念 就是R值的概念 那感謝我們這個指揮官在疫情緣軍期間每天下午兩點鐘的podcast 它不是podcast 但是也是可以當做podcast聽的那種就是記者會 那大家大概都已經知道R值是什麼意思嘛 一傳十 十傳白的話R值就是十嘛 那也是指數性成長的那一個指數 那所以如果有這個訊息讓你看到之後覺得說好像義憤天音 好像是說覺得說怎麼有這麼扯的事情 必扯定還扯 那你就會忍不住要按分享 因為按了分享之後好像這個憤怒的感覺找到一個出口 不管這個出口是針對特定的人的報復 那個叫做出征 還是對於特定的這個族群的這個貶低 這個叫做帶紅象 那用各種各樣子的方式把它分享出去 你心裡就好過一些 然後可能分享出去之後再突然間看一下 原來這個是標題亂想 內文都沒有這樣子寫 原來事實上它只是好像誤導你 要你腦補到一個不對的一個情況 所以就好像感冒一樣 你感冒好了 但是你已經傳染給三個人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怎麼樣確保說 大家按分享之前可以多想一下 多想個幾秒鐘 這點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那具體的來講 我們有非常多的業界的朋友 好比像說 像有個叫做Husco的一家公司 它是專門去訪詐騙電話的 大家可能知道這家公司 那這家公司呢 他們最近呢 就跟一個叫徐希的一位開發者合作 那發展一個叫做美育儀嘛 的這樣子一個line上面是 每次遇到假訊息 你就先懷疑一下 不要就按這個分享美育儀嘛 這樣子的一個工具 那這個工具呢 當然是蠻好用的 那你如果覺得說 Husco這個新創公司 你還不一定可以信得過 那你可以用很老牌的一家 叫做趨勢科技 他們是做防毒軟體的 但是也有做反詐騙 跟165合作 那他們呢 叫做防詐達人 那不管是你把美育儀也好 防詐達人也好 加到那一群組裡面的時候 那他自然就會去扮演一個 很像是防毒軟體的一個活動 就是去掃描梅澤進來的訊息 去比對說 是不是這個訊息已經有人澄清過 有人調查過了 那好比像說 在投開票的時候 就有過一個訊息說 有什麼隱形墨水啊 你不管蓋哪一個候選人啊 你蓋的墨水都會消失啊 然後呢這個蔡英文的那個墨水 就會突然顯現出來 而且這個墨水還是CIA做的 這個當時就是在 你在Facebook 或者在Google的地方 基本上看不太到這個轉眼 但是在那一群組裡面 那個時候是那個R值 可能是有接近6到7 那麼高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講成那個 長按舉報的那個功能 也就是說你收到一封E-mail 大家可能以前也收過 垃圾詐騙郵件 尤其年紀比較長的 在我們解決垃圾有件問題以前 應該常常收到說 我是某一個國外的 某一個皇室的成員啊 有六億元啊 不知道要回到哪裡去啊 那我現在要逃亡啊 想要這個先放在你的戶頭啊 你只要付少少的 兩千塊的處理費用啊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就讓你抽其中的一成啊 之類之類喔 那這個常常都是就是看起來很 煞有其事的 往事的那種 徽章啊 簽名啊 什麼東西 如果沒有看過的就表示太年輕喔 是我們解決垃圾性問題之後 才用網路的朋友 對 那當時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就是靠大家 建議勇為 每次收到這樣子的信的時候 你就按 舉報為 垃圾詐騙 郵件的那個按鈕 你按的時候 不是只是把它放到垃圾 郵件資料夾而已 你還把這個指紋 其實就是 它經過什麼路徑傳到你這邊 放到國際上的叫做 Spot House 的這樣子一個社群喔 那這個社群呢 就會經過調查 如果有許許多多人都舉報 這樣子的一個訊息 是垃圾詐騙 那麼同一個記性者 同樣的內容 他在寄給別人的時候 那個別人的收件下 就不會多一封信 那封信 就會跑到垃圾郵件的資料夾去 那但是 這並不是說把它刪除掉 沒有刪除掉吧 你時間太多 還是可以去看垃圾郵件的資料夾 只是說它不會再浪費大家的注意力 也不會再傳播出去而已 所以 同樣的道理 我們在社群網路上面 也是靠著這樣子的 事實查核組織 靠大家在LINE上面 包含就是 廠案一個訊息去舉報它 或者是說 運用像美育儀 或者是防炸達人等等的工具 即時的澄清 即時的查核 然後即時的舉報 那這樣子比 讓它下架好很多 因為下架的話 你沒有看過 下架就是別人都看不到 看不到的話 也沒有辦法培養出媒體素養來 因為在這個年代 大家都是媒體啊 都是自媒體 所以媒體素養 要比媒體視度要重要 就是媒體視度是說 你只是看電視聽網路嗎 媒體素養是說 你自己按轉貼的時候 你多寫幾句話 那你可能會造成什麼證明 會負面的社會影響 這個就是新聞學的工作啦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保留這些假訊息 在底下說 這個訊息說什麼 香港的什麼年輕的暴徒什麼 有人附他兩千萬殺警察 然後還附上一個殺有歧視的照片 後來發現是路透社拍的 路透社被盜圖 那個照片本來完全沒有這個意思 那我們就事實查核 然後在底下加上一句話說 這個已經有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已經證明說 這個是從一個叫中央政法委長安件 就是這樣子一個微博帳號 還是我應該說微博帳號 從那邊傳過來 所以事實上他不但到路透社的圖 而且還有一個莫須有的 這樣子一個圖文不符 不是那個圖文不符 就是跟圖不符合的文字 去在網路上面去傳播 而且他們不是在香港傳播 是專門對著台灣傳播 這是在去年年底的一個情況 大家一看到你還是可以轉傳 但是在腦裡就產生一個抗體數 原來這個是長安建獨家贊助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一方面消耗他們的餘生 一方面我們也培養大家全年齡層 媒體適度的能力 有45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唐鳳正偉好 我還想請問 還想請問一次 剛剛那個問題也是你問的 我還想請問 針對男性平權同性平權 對於那些恐童 反童 或者大男人主義的人 有什麼想說的 我也不想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在台灣 我們的社會創新 我常常用一個比喻 就是說 我們是常常不同的世代 當然有不同的看法 我們一邊可能是歐亞路板塊 另外一邊可能是菲律賓海板塊 那兩個板塊常常就撞 撞就會出現地震 那每次地震 當然我們的防震結構 如果做得比較好的話 那我們這個地震 就比較不會有死傷 那尤其如果我們有 就是 各位不是國家級邊緣人的朋友 都會收到地震檢訊 那這些檢訊 也可以讓大家可以超前部署 已經慢慢的從一秒鐘開始 那邊三秒五秒 可以超前好幾秒 那在這個情況下 大家就是可以忍耐住這個地震 那地震呢 忍耐住之後呢 有什麼好處呢 御山會升高 我們每年御山會升高 2.5公分 就是因為這個 中山運動 每次板塊撞下來 我們就在一個比較高的地方 仰望星空 所以這個呢 就好像是 在這個題目上面 我們大家都記得說 之前公投的時候 確實不同的世代 有不同的看法 有一些朋友 聽到婚姻兩個字的時候 它的重音是放在 因這個字上面 就是家族跟家族 之間的結合 那這兩個人 只是家族 退派出來的代表 那這兩個家族 就變成了 殷勤關係 這個是真的 而且在2007年以前 這個是台灣主要的 就是儀式婚嘛 儀式的婚姻形式 就好像說 人生就生出來了 你有沒有去做出身登記 那個是 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重點是 就是小朋友生出來了嘛 那這是自然發生的事情 同樣的 就是兩邊都辦過盛大的社會儀式之後 這兩個家族自然就結陰了 那你什麼時候去互證事務 做登記 那個不是重點 在2007年以前在台灣 實際上沒有錯 但是在2008年 全面改成登記婚之後 重音就變成 就婚姻的婚這個字 那就是 它是這兩個人中間的 權利義務關係 但是呢 當時的民法 也沒有整個調整 也就是說 如果現在我們是用婚 當作主要的關係 而姻就是 作為家族的代表沒有的話 那理論上兩個人都要成年啊 怎麼會有說 女生16歲 就可以結婚的道理呢 因為他 這個除了你把它 詮釋成代表家族之外 說真的還真的 在法律上面找不到 什麼別的理由 那就是 家族裡面別的成年人 幫助他 做了這樣子的選擇 所以 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 沒有關係 單手是OK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沒有辦法去 讓所有 全社會的人 看到婚姻兩個字之後 有相同的想像 因為真的他的第一手經驗 就是不一樣的 所以 當時的兩個公投 Found Fund 就告訴了我們說 結婚 OK 結姻 不OK 所以 我們就有一個獨步全球的社會創新 就這樣發明出來了 叫做結婚 不結姻 那結婚不結姻呢 暱稱超連結法案 就是有一個專法 那這個專法呢 它就是超連結到所有婚的部分 所以呢 因此呢 就不會冒出 好比像說 什麼女婿啊 兒婿啊 等等的這些稱呼 因為沒有 民情關係嘛 那但是呢 結婚的權力一路呢 一個不少 那這個時候 就好像 預想往上升了2.5公分一樣 就是 我們這個社會 就想出一個新的 真的還蠻創新的方法 而且我們周邊的 日本啊 韓國啊 甚至泰國啊 等等的其他國家 後來就覺得 這套真的蠻厲害的 我有不少泰國朋友跟我說 我們以為我們會是第一個 結果你們這個彎道超車喔 一下子就 就把合法化完成喔 所以像這樣子的做法 其實我的 就是鼓勵大家就是說 不管你是在哪一邊啊 其實很可能 價值反而是相同的 就是重視家庭的價值嘛 不要就是 天到晚就是離婚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雙方都同意的嘛 就是你結婚不會想要離婚 那至於結婚不結姻 這樣子一種 看起來好像是折衷 但是事實上對我來講 是社會重新的這個概念 也變成所謂的台灣模式 而且也可以讓 特別是在東亞地區的朋友們 都可以來參考喔 有位朋友說想要看校長的 然後我們稱為喔 這個rap battle 這個pkrap 這個校長有興趣喔 走到校長晚去 不好意思 有四十位朋友問說 有四十位朋友問說 政委平時看什麼書喔 平均每年看幾本書 非常好的問題 我基本上 畢竟不看紙本書 我已經很久都不看紙本書了 那以前因為工作需要 那有些書它沒有電子版 只有紙本的時候 大家可能知道說 我是會把它的編纏下來 然後放到自動靜止的掃描機 然後再跑文字辨識 然後也把它變成 一本可以全文檢索的一個書喔 那我一年看幾本書 這也很好的問題喔 我現在看一下Kindle喔 我在最近一個月裡面 大概二十二十四本書 對那所以大概平均 可能一天一本吧 那但是呢 我讀的方式呢 可能跟各位不太一樣 就是我會在睡前 在腦裡不發出聲音的情況下 就好像自動靜止的掃描機一樣 在平板 或者是我的電腦螢幕上面 每一夜尺停留 大概五秒鐘左右喔 然後就自動靜止到下一張尺了 那所以呢 在那個時候 我是完全沒有實際上在讀的 我只是在看而已 就是在掃描 那掃描完之後 那我就去睡 那睡了呢 通常睡八個小時 然後一醒來 腦裡就有一個結構 我並不是說有照相式的記憶力 所以那個結構就是 一對關鍵字的連結 就好像心知圖那樣 所以為什麼我只能看電子數 就是因為我是依賴全文檢索 我只大概記得這個關鍵字 跟這個關鍵字 有這樣的因果關係 但是呢 我不太記得它在那一段 到底具體講什麼了 所以我想到這個的時候呢 我就會去 它的全文檢索裡面 趕快跳到那個關鍵字所在的地方 那尤其呢 在視訊的時候 各位可能有聽過 就是我在不管CNN啊 或者BBC啊 或者這個 德國的幾大電台啊 都有上節目 那所以主持人就會覺得說 我只是視著它的眼睛 而且是非常流利 非常流暢 但是呢 有時候我其實呢 可能是在念稿 那這個稿子呢 就是剛好在螢幕的上緣 就是剛好這個 CAMERA所在的地方 所以呢 就是我 它問到一個關鍵字 啊 趕快搜尋那個關鍵字 然後呢 就跳到這個地方 然後呢 我就看著這個關鍵字 但是因為這個 就是 視差距離 只有這個 幾個 所以也看不太出來 感覺上就是我在直接看它的眼睛 表情非常的生動 所以 這樣子的情況下 你就可以 瞬間掃描過說 但是不求瞬間 真的需要的時候 然後你才用那個關鍵字 去這個 加水還原 大概是一種比較濃縮的方式 在讀書 那有時候有一些書比較困難 他們剛剛說 我最近看的一本是 這個 The Rutledge Hunt Book on Epistemic Injustice 講知識的不正義的一本 橫跨這個 哲學它的詮釋啊 倫理學啊 這個各種各樣子的方面啦 就是知識論啊 德性論啊 等等的一本書 這個很複雜 那所以呢 我看了這本書呢 那個段落之後呢 我睡了就要睡九個小時 也就是要加班 要多一小時 才能夠消化 這本書裡面的見解喔 那這個 最近睡得最長的一次 是之前有一個電影 叫做Tenet Tenet Tenet剛出來的時候呢 我也有去劇院看 而且我看的是晚上的場子 那所以我看的時候呢 完全沒有理解它 我就是感受它 那感受它的時候呢 我就回去 然後整整睡了十個小時 要多一點 但是我一醒來呢 忽然看啊 全部都看到了 所以 是不是 就是 這樣子的方式 就是 徵收自己的睡眠時間 來 來看書喔 好 那 那有四十一位朋友們問說 雖然是數位時代喔 但是城鄉的差距大喔 怎麼樣子看 我大概有兩個看法 一個看法是說 數位其實是米平城鄉差距比較快的一個方式 也就是說 高鐵當然是 高鐵當然是 literally真的很快的一個方式 但是 畢竟每一個交通建設 它都需要實行規劃 需要實行施工啊等等 但是我們說 網路取代馬路 特別是在台灣特別重視的 就是剛剛講到的 保管平人權嘛 通訊嘛 媒體嘛 這些一部分 那在通訊的上面 就是 學習的權利嘛 約局學習 健康的權利嘛 就是現在叫做精準健康 那包含約局醫療在內等等 這些部分 構成我們的社會主義部分 就是在台灣刷健保卡 就是社會主義制度 刷信用卡的時候 才是資本主義 在我們這邊 就是這三個 通訊權 學習權 跟我們這幾個健康權的 這三件事情上面 任何一個地方 有任何破口 那個就是政府的問題 那政府的問題呢 就是當然社會部門會補上 這也造成說 社會部門的正當性 就是 協會啊 基金會啊 很多時候的地方上 甚至全國會選事件 的正當性 越來越的比政府部門高 有些時候出現一些天災 社會部門說一個數字 政府說一個數字 大家相信 社會部門的那個數字 這個也很好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政府都是抱持著 打不過就加入 的這樣子一個態度 就是說 當地方覺得說 我們就是要來動員大家 來用這個 寶可夢的方式 來去算那個 花生的這個 栽種跟收成啊 就是總統被黑客 總統發生什麼事 的那個團隊 或是說地方上認為說 我們就是希望大家 在出門的時候 不要買寶特瓶 而是說拿一個水壺 然後到處去裝水 裝水的時候呢 我每次在裝水的時候 不要把它看成是 飲水機 或者是店家提供的 這個飲水機 而是呢 你在你的APP上面 會看到一個很古老的 一棵樹 看起來是很有歷史 然後在底下呢 有一個水壺 那個茶壺 看起來也很有歷史 然後那個大概叫做 鳳茶 那就是它提醒 就是這種人情味的這種感覺 所以就算是透過線上 也是能夠有人情味的感覺 而且你兌換到這個鳳茶的金幣之後 那可以去換什麼大道城巡禮啊 還是什麼之類的啊 總之有一些體驗式遊戲嘛 那而且還可以去換一些像 格外農民啊等等 就是在地有故事的 這樣子一些社會企業的一些產品 所以它一下子就把 減鎖 然後多出門運動 然後大熱天 這個氣候變遷 不要中暑 要多喝水 地方的地方創生 全部都綜合起來 那當然是我們這次 維埃克宗的卓越團隊 那這個鳳茶呢 其實就是現在叫做 Social Design 社會設計 它是用一種新的方式 讓大家每一個部門 都能夠動得起來 那這個動得起來的是什麼 它有的時候在城市 反而是很難prototype 但是呢 在不是城市的地方 因為人情味本來就很濃厚 而且大家是真的 literally 願意奉茶 也有那個空間啊 那在這些地方 反而是比較容易 先有這些創新 先驗證這些創新 先實證這些創新 所以 像我們現在 5G 5G的那個 miniMetal Wave 在產業界很多 還不太知道該怎麼用啊 工業4.0 到底怎麼做啊 等等 我們也有看 像日本的做法 那麼叫做工業4.0 社會5.0 就是社會要領先工業一個版本 社會來指引這個工業的方向 所以呢 像我們的 無人機送藥啊 或者是說像 我的家人都住在這個 淡水的一個比較偏僻的地方啊 就是看頂啊 這個國家先渡 那他們那邊反而是因為 大部分都是長輩 出門非常不方便 所以他們是第一個 真的有在載人的這個 無人的公車 所通行的地方 那所有這些東西 在都市可能是景象天花 但是在偏鄉呢 是雪中送炭 那這樣的情況下 就可以把他的 business model 在還沒有 所謂business model以前 現在有一個 social impact的這種 social return of investment 就是你同一塊錢 真的就可以幫地方政府 省到好幾塊錢 那這個時候 當然地方政府 跟中央都非常願意 增幅你的這樣子的計畫 那這個時政變問題之後 我們再去行銷券實踐 那這樣子的做法 其實也是 我們在社會創新的平台 我們會看到說 很多在台灣做 好比像說 輔助式的智能 assisted intelligence 也是AI 那這些朋友 好比像說非結核 就有朋友專門去做 應該是 宜蘭那邊的某個偏鄉吧 接近原住民族的地方 非結核的盛行率比較高 那他跟那邊先合作 去做非結核的抹片 但是不是靠 醫檢師人工判讀 而是說靠醫檢師來train 機器學徒 那個機器學徒在雲端來判讀 那所以呢 他就可以把 就是本來WHO 在全世界 大概一次減少 至少六美元 七美元 降低到地獄一美元 一次就可以完成 所以他雖然是在這邊破頭太 但最後我們是把他找去 阿迪斯阿貝巴 然後在伊索比亞那邊 去跟整個非聯的朋友們 在非洲聯合國的那個大樓裡面 去宣傳 結果可能就接到非常多 從非洲那邊來的這些朋友們 那當然因為那邊 非結核的盛行率 要比我們要稍微高一些 有一個朋友有一個動議說 直播畫面是黑的 所以這個現在就變成了blogcast 瞬間就變成了blogcast 一秒變blogcast 哈哈哈哈 OK 好 那我會盡可能的咬字 再清楚一點 謝謝這位朋友 有44位朋友們問說 想請教 會覺得穿拖鞋上課 是不是一種不尊重教授的行為 個人是認為 穿拖鞋上課 真的是很不尊重教授 但是卻沒有辦法很具體的說出原因 也沒有辦法去說服別人 畢竟教授如果是做這個位置 好像看不到你穿什麼鞋子 對不對 好 那所以呢 像這樣子的一種題目 其實就是非常適合做design thinking的這個題目 因為它沒有一個固定的一個解決的一個套路 沒有一個固定的解決方案 那所以我具體建議 因為有45個人按讚 所以就表示說 你隨便組一個study group 大概就可以有45個人 然後呢 你可以去運用我們的 所謂的kj法 就是每一個人呢 在彼此沒有互相討論的情況下 先自己拿幾張便利貼 寫下來 穿拖鞋上課 不尊重教授的一些聯想 而且他不需要make sense 沒有關係 都無所謂 你想到什麼就寫什麼 寫下來之後呢 就請一個專業的主持人 沒有主持人的話 出籤也是可以的 然後呢 就是去一個擺盤上面畫圖嘛 然後呢 盡可能就是每個人輪流報告 報告的時候相近的這些因素就貼在一起 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說 有些論述慢慢就開始形成 那這個時候呢 kj法的這個特點 就是這些便利貼都是可以移動的 所以呢 有的時候你發現有一個 可以把兩邊的論述連在一起的時候 你喬接性論述的時候 你就貼在中間 然後左右兩邊都把它重擊起來 然後這個時候它就變成一個很強的一個支持性的論點 所謂集思廣義 就是這個意思 那這個時候呢 你當然也會碰到一些反面的觀點 就是有些人會覺得說 其實傳統寫上課才是尊重教授的行為 是光腳上課才是不尊重教授的行為 那也許也有朋友持這樣子的論點呢 那kj法的好處就是因為它是二維的嘛 你可以是呢 就是每一次做一個叫做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就是去稍微分析一下它的主要構成的成分是什麼 然後盡可能把X軸跟Y軸是兩個不同的倫理上面的一個見解 那反正整個重機都可以重新排列嘛 那如果你習慣操作紙本 那便利體當然不錯 那如果你是習慣操作數位的話 我們通常是用miro.com的這個方式 如果你到我們的PETES網站和開放政府的話 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心製圖 就是我們透過剛剛講這種重機的方式 讓各方都能夠講得出自己的感受 因為蒐集感受的時候是沒有好壞對錯之分 你的感覺當然就是你的主觀感覺啊 你分享出來總是一件好事嘛 那但是重點還是要有這個共感 有了共感之後你的論述才能夠去形成 有46位的朋友們想要問說 像請問政委 學校為了審辯政策而減少開放式的校園的 內的夜間照明喔 那是只是為了要拿到審辯獎勵 但是枉顧學生安全 這樣子真的值得嗎 通常只要校長在喔 就會出現像這種形狀的問題喔 之前在那個中山的時候 這個也出現說 為什麼學校脫掉我們的機車 這樣子 這是一個形狀的問題 對 那這個問題呢 顯然不是我可以回答的 顯然只是希望我念出這個問題而已 沒有 那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要匿名提問啊 對不對 因為如果去名的話 要舉手發問 大概不會有人舉手發問 這個問題 對 所以確實喔 就是說 校園內的夜間照明 在哪些地方 對於學生的安全是重要的 也許這47位朋友 也可以組成一個study group 而且呢 也提醒大家在Mirror上面 很多人可以共享一座帳密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你還是可以保持著匿名性 但是呢 又可以去構成說 在哪些地方 確實是 夜間照明是有需要的 哪些地方呢 其實也就還好而已 或者是說 換成更節能的照明的方式呢 或者有什麼其他的更有創意的想法呢 等等 那所以還是鼓勵啊 大家都使用這個設計思考 如果對設計思考的工具不太熟悉的話 可以問設計學院的朋友們 有46位朋友們問說 現在請問唐振偉 該如何訓練自己 說話快速 而又具有邏輯啊 跟思維能力啊 嗯 其實 有兩個做法 是我自己使用的 一個是 就是唱Rap 就是聽饒舌 唱饒舌 那 因為饒舌樂它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它內建的那個節奏感 它是靠這個詞本身的那個音去維繫的 就是高低音去維繫的 然後靠押韻去維繫的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你想到一個字的時候呢 你就 可以很容易的想到別的聯想的字 那比方說像 我不是提出什麼 Humor over rumor嗎 就是用幽默嘛 來澄清謠言嗎 這個Humor over rumor 這個就三壓耶 那而且 對 好 任何人聽過Humor over rumor之後 當然很難忘記 而且 這個就是內建這個邏輯 所以 Humor over rumor 因為它三壓的關係 所以其實 其實它不是全部有道理 它就在某些情況下有道理 但是你某一聽你就覺得真的很有道理 主要還是因為亞運的關係 對 那或者是說這個Fast Fair Fum 就是這個Alliteration 所以 一樣的 聽起來就很有道理 但是因為這是三個F開頭的單人節的字 所以就是 真的多聽老師 雖然你的思維能力不一定因此增加 但是從別人的眼中看起來你的思維能力會迅速的增加 然後因為你掌握那種就是用很短的字 然後它的字音、字韻等等這種方式 就能夠讓對方能夠進入你的思維這樣子的一個能力 所以至少你的說服力會因此而增加 這是饒舌的一個好處 那另外一個呢 我推薦在做的事情呢 就是碰到任何一個題目的時候 都同時選兩邊站 同時選兩邊站 如果有 就是參加過二月剛式戀論的朋友 可能會知道說你準備一個題目的時候 你還不知道你會抽到正方或者反方 很多制度是這樣子 所以你正方也必須準備 反方也必須準備 你抽到正反方的那個當下 你就已經準備好了 因為你這個議題呢 你既可以從這一面講 也可以從那一面講 像剛那個結婚不結音的那個講法 就是靠同時幫長輩 跟同時幫年輕的後輩辯護而得來的 這樣子一種創新嘛 那所以任何一件事情 當你能夠同時從兩邊 或甚至是多邊都能夠講的時候 那至少對方會覺得 你有選他的那邊站 你就從他的這個角度來出發 那這個時候 不但你的邏輯變好了 而且他也會覺得你的邏輯變好了 因為至少你用的邏輯 沒有一部分是他的邏輯嘛 所以具體的建議就是 多聽多唱 饒舌 然後對任何事情 選每一邊站 那OK 好 又有一整片這個洗版的 不過這個 我們這個選手剛剛已經玩具了 所以我們就要不要特別在問一次的意思 OK 有48位朋友問說這個唐鳳委員 難得來到雲林 有沒有特別想要吃什麼消夜 再離開 那因為這個我們高鐵是9點12的那個車次 所以好像沒有這個時間來吃消夜了 好像到7點50分 合照完就必須離開了 可能下一次專程來吃了 那因為今天我這個睡夠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明天一大早要去立法院 然後據說明天立法院會發生很有意思的事情 所以就是要睡飽了 然後這個參與那個立法院的過程 立法院的過程 對 但是有人推領董國題喔 這個我有看到 可以看到 如果有什麼別的這個消夜的推薦 現在發消夜我還不會被討厭喔 現在才7點26 OK 好 您懂國題應該是抖六虎車站前 OK 那有46位朋友們問說 今天演講的題目叫負能 負能到底是什麼意思 empowerment empowerment這個字非常的難翻 有人翻成負能就是賦予能力 那也有人翻成這個父權就是賦予她權利 但是很容易跟婦女權益喔 這個就有點弄混 那但是呢 也有人翻成增能就是增加她的能力 但是大概意思都是一樣的 就是像我剛才就是還沒有坐下來之前 我就說我會講的題目 完全是靠各位的參與所決定的 我一定不會自己秀簡報 我也一定不會講任何不是大家留言 不管是在按讚數高的 還是新的臨時動議的這邊的這樣子的題目 那這個呢叫做accountability 就是給出交代說到做到 那目前為止都有說到做到嗎 那這個時候各位就是被empower 因為這個決定我講什麼的議程設定的權利 就交到各位的手上 那這個又是民主的 因為是靠大家按讚來決定說 到底哪一個我會花比較多的時間講 那這兩個加在一起 就是一方面accountable 一方面有alignment 就是跟大家的共同價值比較符合 這兩個加起來 就是能夠讓大家真的empower 所以透過像slido這樣的工具 本來可能不敢舉手的朋友 也就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 本來提出可能有點這個敏感的 夜間照明的朋友 也因此可以提出夜間照明相關的問題 那這個就是empowerment的意義啊 就是它給本來沒有聲音的人聲音 給本來聲音小的人比較大的聲音 比較多的人附和能夠贊同的這種聲音 那這個呢 所以就是為什麼我現在empowerment這個字 我後來都把它翻成增幅 那因為增幅這個字呢 就是在社會學上面還沒有人用過 而且呢它非常的形象 非常的容易懂 而且你就會想到腦波啊 綠波紙啊什麼 這整套聯想啊 那這整套都是關於社會傳播的嘛 那也跟empowerment的意思是非常像 所以雖然我覺得負能是empowerment 比較好的一個中文翻譯了 不過我還是比較堅持的 會把它翻成增幅啊 好的 那又一篇說這個希望點亮雲可 哈哈哈哈 有43人問說 請問唐光誠偉 每天的時間管理規劃 如何好好享用24小時 處理這麼繁忙的工作 而且維持生活品質 那簡單來講 就是我下判斷的 或者是綜合理解的 或者比較燒忙的工作 都是在我無意識的其他地方 也就是睡覺的時候完成的 所以我在白天心情都很好 因為就是只是感受嘛 不一定要理解 不一定要下判斷 那而且呢透過這樣子的習慣 就是在白天大部分都是在聽各位 好比像說像現在134的問題 我回去高鐵上一定會把這134的問題全部都看完 那但是呢不一定要下判斷 但是呢今天呢睡夠8個小時 明天到立法院 説明就有一個新的點子喔 就可以冒出來 所以在這樣子的想法裡面 我們白天的時候 主要還是跟這個社會互動 但是呢真正晚上 不管是在睡覺 或者是睡前 或者是剛醒來 也那段時間是自己的 那我在跟別人互動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不會分心 像大家剛剛可能有看到說 我在這個電腦上面完全就是 就是slido 就是只有瀏覽器實創 沒有什麼別的實創 而且呢我也絕對不會 突然之間接個手機啊 或者有什麼震動啊 或者是突然之間回個訊息啊 都沒有 因為我把所有的通知都關掉了 我平常就是把所有的通知都關掉的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任何跟我相處的人 不管是一整個房間 或兩整個房間 或好幾個房間 都會覺得說 那我真的是全身關注在各位身上 那如果對方是一個人跟我面談的話 他會覺得說 我至少25分鐘的時間 真的是全身關注 都在他身上 那25分鐘到了 那我會休息 稍微5分鐘 這不是叫做番茄咒嗎 這種工作方式 那這5分鐘呢 那確實就是可以 稍微看一下手機啊 看一下social media啊 看一下email啊等等 但是不會看line啊 那為什麼呢 因為line呢 是人家還沒有想好 他可能想到一半 所以我如果花時間去看line的話呢 我是在鼓勵人家 浪費大家主意的行為 你想想如果是email 這個你想一句話 然後就按送出給所有人 40個人 然後呢 這個你又想說 我想要下一句話了 我回覆所有人 我再補第二句話 然後呢 我過了4分鐘 然後呢 再說 這個我正在輸入中 等一下我去找個照片 然後你再過5分鐘 然後再寫信給這40個人 那 第一個 很可能這40個人 就會把你舉報成垃圾有件 你的這個email地址 就從此進入spin house裡面 那 而且如果你是 某個行政體系 或公司體系 大概明天就被fire掉了 沒有人這樣子用email 但是 竟然我們 竟然可以讓有人家用嗎 就是 他不是一對一的 而是在群組的情況下 這樣子消耗彼此的注意 所以 其實我的同事都知道 我只有 剛醒來的時候看一次line 跟下班的時候看一次line 我一定只看兩次 但是email 我每半小時一定看 而且一定會 所以我是把email當做line 再用 然後把line當做email再用 那 所以說 就是他累積一整天下來 他自己也想得比較清楚 我一次看他全部的line 的訊息 感覺上就好像email一樣 那 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就比較不會說 好像 我明明是在跟你對話 但是我腦裡同時在分審 想這個line 去做的事情 或什麼別的 對話的這件事情 所以 這個是自己的 就是mental health 就是 精神健康我覺得蠻重要的 就是你越不分心 那你越專注 越專注的話 其實反而越能夠休息 有 四十位朋友們問說 想請教對於我來說 成功的定義是什麼 大概有兩個定義 而且這個 因為這個是 就是昨天在那個 中央大學的人問一樣的問題 所以這個 還在快區裡面 就是 就是 可能L2裡面 就是 在 快區裡面的 這個答案是這樣 就是 如果像我們這次的疫情 讓我們全球可以看到說 真的地球是一艘太空船 那知道太空船上面同舟移命 任何地方有破口 那就是 整個地球有破口 那以前 氣候變遷的時候 還不是這樣嗎 這個比較小的道路 直到 下一代就會遭受到不離的後果 那但是 有些比較大的國家 覺得 下兩代才會有不離的後果 下三代才會有不離的後果等等 那但是呢 我們在疫情的情況 不是要全人類都一起在遭受不離的後果 所以 這樣的情況下 我覺得 我們只要是能夠在未來 任何這種全球性的問題 不管是剛剛大家都有問到的 假訊息的遺憾 或者是說 西部變遷 或者是說 剛剛講到的這個病毒 SARS2.0 希望不要出3.0 但假設出3.0 那 那所有這些事情呢 都是我們要全球一起來解決的 那等到大家都有這種全球永續 是一體的這種感覺 地球是一艘太空船的感覺的時候 那每一個人 就是不會以靈為禍啦 就是說 登出的時候是 會讓整個世界 整個地球 都比你登陸的時候要來的好 那到這個時候我覺得是 可以算是成功嗎 這是第一個回答 那第二個回答是說 不過地球還是只是文明的搖籃 不能這個 總是停在搖籃裡面嘛 那所以就是說 文明還是要走出這個搖籃嘛 那所以 反正就是 我們知道 Proxima 這個 就是 Sentauri嘛 已經有一個類似地球的行星 也沒有很遠 大概 由我們目前的科技 大概50年就可以到的一個地方 那所以呢 就是 快一點就是在那邊也有文明吧 或者近一點的話 覺得這個火星比較安全 那就去火星吧 那 反正不管是火星也好 這個Sentauri也好 那現在類似修行星已經發現蠻多了 總是有幾個是可以住的吧 那所以盡快的能夠把我們的風險分散 那這樣子的話 每一個星球有它自己的永續的這樣的想法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的成功 有40位朋友們問說 明年換身份證 對於個資的風險 證明的看法是什麼 而且 這個有點 就是 充滿疑慮的表情符 我想 有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說 目前的身份證 有非常高的泄露別人的個資的風險 因為這個身份證好像明信片一樣 它在身份證的背面 在完全沒有像護照你還得翻開嘛 那身份證就是只要轉到背面 你每次換證的時候 只要有人把它轉到背面 它就會看到你的雙親的姓名 有配偶的話 配偶的姓名 住的地方 的地址 等等的這些資訊 它不是你的個字耶 是別人的個字 然後就這樣子好像明信片一樣 寫在你的身份證上面 那我覺得這個是不正義的 而且也沒有經過他們的同意 那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那當然就是說 有些人會用一個什麼 交付啊 風套啊 或隨便什麼3M的便利貼啊 千萬一只在放3M也貼 那無論如何就是用一些工具 把這個背面把它貼住 這當然很好 那尤其是如果你要 影印身份證反面的時候 把那個序號貼住 也是很重要的 這個也是 就是防止別人冒充你身份 一個很好的方法 但是呢 我們在新版的身份證的設計上面呢 基本上我們就是把背面的這些資訊 全部都拿掉了 那所以呢 你不會因為患症的關係去洩漏到別人的個資 而且呢 也不會再有這個就是配偶的名稱 但是就是有配偶或沒有配偶 因為就是 我們知道就是有不同的團體嘛 那到最後我們還是說 好吧那有沒有配偶這個是可以的 那是你的個資啊 那就是說 它不會再從你的配偶的姓名 就可以推測出來說 你是這個同性戀還是異性戀等等 都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所以這些我想其實非常保障人權 也是減低個資風險的具體的做法 那當然大家就會問說 欸可是你講的這麼好 那確實也不錯 正面的這個 個資也減少了 背面的個資根本就沒有了 但是背面還有一張晶片啊 是不是故意不提晶片了 不是的 就是這個晶片的用法是這樣 就是 有些朋友們 好比像說 原住民族朋友們 他的 因為現在是都可以用族語的那個姓名 他就是姓名比較長 或者是說 一些護身事務所的朋友 或者是他演講登記的時候 他這個輸入就很容易有錯字 當然用漢字的話 其實有些喊用字吧 也是很容易有錯字 那甚至像是 我在開通那個LinePay的時候 LineOS 我的身份是正面 那他的正面呢 他掃到我的名字 他就辨識我的名字 所以我叫唐鳳鳳 那我什麼多出了一個字呢 就是因為他 那個AI在train的時候 都是三個字的名字 去給他train嘛 所以他中間那個 一點點花紋 或者是一點點刮傷 他也就是腦圖上一個字 AIBIOS就是這樣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很多時候 尤其像演講要填那個 就是我的姓名 身份字號 那時候 我也會覺得說 那是不是就是稍微感應一下 這個晶片 好像那個護照的晶片感應一樣 自動就填上去 不會出錯 比較方便 但是呢 確實有很多朋友覺得說 他不想要這個方便 可能因為他名字的地方很少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沒有強迫你用 我們在那個內政部的就是 預告的那個法規 已經完成預告的那個法規 他講得非常清楚 他說任何人都不可以強迫讀取晶片 或者讀取身份證背面的基督嘛 就是像護照底下那兩塊 或者是身份證序號 你在辦任何服務的時候 你都必須要同時也有指本的選項 就只搭配身份證的正面ID的部分 沒有背面的部分 就是E的那個部分 就是EID是 背面是E嘛 正面是ID嘛 就是你只用正面的部分加上指本 還是可以辦全部的事情 任何人都不可以說強迫你 說你一定要翻到背面 一定要使用晶片 所以如果你真的拿一個就是便利貼 然後把背面的基督碼啊 序號啊晶片啊都貼起來 沒有任何人能夠就是逼迫你 把這個死掉 然後逼你去用晶片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對晶片有疑慮的話 那就是把它當作一張指本的光學身份證用 那為什麼指本呢 根本證我們還是得換呢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因為在十幾年前設計的時候 它防偽的保固年限只有十年而已 所以現在是已經不是極其貧 是稍微過期一點點的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已經有長病毒的 那種狀況 就是說偽造它的風險啊 就是大幅提升 偽造它的成本大幅降低 尤其現在這個 就是隨便一個手機的解析度 都非常高的情況下 那所以我們現在是把它換成一個 沒有辦法幾乎沒有辦法偽造 至少就是在乘的時間也沒有問題的 這樣子一個設計 所以就算只是為了防偽的原因啊 大概也是值得還是要登城 但如果你對於晶片啊感應啊等等有疑慮的話 那就歡迎多使用啊 反正都已經講了3M的便利體啊 就是也沒有 我沒有使用它們的業配 就把背面的晶片給條碼貼掉就可以了 好 有四十一位朋友問說 對於文化資產的這個領域喔 有什麼看法跟什麼建議 我自己的辦公室就是一個文資喔 它是在台北的建國花市旁邊 當然森林公園旁邊 本來是空軍總部 那現在是叫做台灣東量文化實驗場 C-LAB 那我是在它的一個角落 叫做社會中心實驗中心 那那邊呢 因為本來是空軍集體啊 全部都是水泥槍 然後還有這個重兵把守啊 那所以其實從市政府的角度來看 那一塊是百慕達三角洲 它完全不知道裡面的布顯是怎麼樣子 而且都已經非常非常有歷史 實際上是在日本時代的 他們的工業研究院啊 所以裡面的很多電線怎麼走啊 水管怎麼走啊 那個一團混了 因為當年可能還沒有病技術啊 那所以事實際上我們光是整修 它就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但是呢 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在我們把圍牆都拆掉 然後那邊變成一個新的公園的時候 真的來了很多朋友 他真的是 對那個地方 因為他的年紀不同 不同年紀的朋友 對那個地方就有不同時代的記憶 而且呢 樹還是同一棵 所以那個樹呢 也是 就是必須保存 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嘛 看到這個 他會想到那個時代不同的情景 所以我們就花了很多時間 透過這個投影的技術啊等等 去讓在每一個時代 曾經在這個地方 不管他是空軍的時代 日本的時代 之後稍微這個解嚴 之後就是他用來做 有一陣子什麼 艾伍園區啊 有各種各樣子的時代啊 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記憶 它可以匯緒在一起 然後呢 讓大家可以多一個 不是只是 好像 就是能夠來散步的公園 而是 你走到這邊的時候 你就可以多了解這個 城市的縱深一點點 它變成一個 一個social object 那像這樣子的一種social object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這是 讓我們跨世代 能夠有solidarity 就是有互相互信 連帶關係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常常覺得說 可能就是台北市值在這方面 是真的比較貧乏 之前Pokemon Go 在流行的時候 那每個地方都有類似文字啊 或者是這個公共藝術啊等等啊 只有在台北啊 就是你要找公共藝術 都是台電的變電箱 因為台電的變電箱 上面有彩繪 所以那個也算作公共藝術 那所以他們在建那個圖茲 就是POI的時候 因為他一次可以拿整皮嘛 變電箱是都有經緯度的 所以他把它當作主要的公共藝術 所以導致呢 台北市變成 有一陣子 一大堆人都繞著變電箱 抓爆坑夢的一種很詭異的狀況 對 那所以如果我們不希望 我們的文字只剩下變電箱的話 那我們就是更需要透過像 就是文化部的國家記憶庫啊 或是整個街區的重建啊 老屋再生啊 或者是 青年春落啊 有非常多的計劃 水寶局那邊也有嘛 各種表演計劃 去試著把這個故事啊 完整的傳達出來 有48位朋友想要問說 如果有一個人喔 他一直在散播不時的指控 但知情者都知道實情不是這樣 那麼一直保持沉默 難道是對的嗎 還是有什麼更好的解決方法啊 其實我會覺得說 第一個你可以抱持一種欣賞的態度 好比上說就是 一直有人說 會透過什麼GPS的被動感應晶片 可以控制大家的手機 再透過大家的手機 來控制各位的大腦 所以就是都要戴上鋁箔帽嘛 所以就是 還真的有人相信 這個不是完全是反串 反串要註明啊 但是也有一些人不是完全反串 他們是真的相信這件事情 但是呢 就是當他們在這樣子分享的時候 我就會 有時候就會在底下留言 有一次我就留言說 MIT的之前有一個paper 有一個研究證明說 其實鋁箔值喔 它反而會增幅 它會增幅那個訊號 也就是說如果你就是不想要受到 那個電磁波的影響的話 你把這個東西 不管是你的頭也好 還是你的手機也好 包裡脖子沒有用 而且呢 是在那個 特別是手機的那個頻段呢 它真的還會增加它的那個訊號 所以反而你就更被影響 那所以這個是 是有點叫做Culture Jamming 就是一個文化干擾 就是說 你既然要用這個梗 那我就跟著你用 跟著你用呢 我一方面也是澄清 表示說沒有這回事 那二方面呢 也是開自己一個玩笑 那後來呢 大家就覺得很棒 然後呢 就會開始在推特上面 PO上自己帶鋁箔直帽的這個畫面 然後我就會在底下留言說 就這樣被你增幅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呢 這個又變成一個文化現象 對 那所以就是說 那到最後呢 就是大家聽到說 擋控腦控 擋控掌控 掌控GPS之後 你腦裡都會冒起很多 就是很荒謬的 很好笑的 不管是聲音啊 就這樣被你增幅 像這樣子的音樂啊 或者事實上說這個 就是UNICO裡面有那個 就是訊號的那個幾格的 那個訊號的那個code point 之類的 那就是一片歡樂 非常非常的歡樂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呢 這個不許實控掌 效益無形 為什麼 因為歡樂無法擋啊 不是那個擋 對 這個擋開 又描述了 那就是說 歡樂沒有辦法被阻擋 那就是說 歡樂的這個感覺 它是一個 一個dominant effect 就是說 覺得疑慮啊 覺得什麼 那你只要想辦法 中間有個橋接的便利點 把它引導到歡樂 那之後它都變成歡樂了 那所以 之後就是歡樂無法擋 那所以知情者呢 就會用歡樂的方式 它一方面達到澄清的這個作用 但是二方面呢 你可以去做文化干擾 所以文化干擾這一個 其實非常值得學一學啊 好 那感謝他們 不要這個 現在我唱得很好聽 等一下 好 還有五分鐘 欸 有一位美麗的少女 異克說 這個 他當場想要告白說 他其實歡樂無法擋的擋功啊 那我只是照樣唸出來這個 我沒有任何評語 因為我們公務員 不要對那個特定政黨發表意見 好 有四十位朋友們問說 想請問什麼樣子的程度 才叫做會寫程式 那好的問題 我的想法是說 只要你會在試算表的這個C1那一格 寫等於A1加B1 Enter 你就算是會寫程式 那所以以這個標準來講 不是特定的這位朋友 我是說在座各位 都是會寫程式 那所以 就是 只要會寫等於A1加B1 你不但掌握程式 你還掌握 就是 Code as Data 對不對 就是你的程式碼本身也是可以處理的一份資料 這個是非常重要啊 那你也掌握了說 Functional Programming 因為你可以去套用各種各樣的函數 那它是直接套用這些函數之後 然後你還掌握了這個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就是 即時啊 互動時 好像那個 Interactive Python Notebook 那樣子的做法 Jupiter那樣子的做法等等 所以 我真的覺得沒有什麼比試算表更好的 就是 任何想要寫程式的朋友 你都可以教他怎麼樣寫 從等於開始 去寫 就是 Formula 那有了這樣子的Formula的訓練之後呢 你一方面 當然你可以一路交到什麼書用分析表什麼 都可以很有效的讓他就是生活品質增加 那二方面 他這樣子學程式設計的時候 他不會被那種一個命令一個動作的那種 程式設計 類似早期的Assembly 現在已經沒有人在管那樣東西 除非你是毀人提供程式的 我非常敬佩你 但是 我們之前寫高階語言的 大概都已經沒有再去想一個命令一個動作 我們現在都是描述這個世界給程式知道 那程式知道之後 我自己就會找出解決的方法來 那如果你是說deep learning的話 你連描述的方法都不需要 你就只要把那個raw data的描述本身丟進去 那以前都是寫程式來產生資料 那deep learning的話是你弄資料來產生程式 但是這個倒過來寫了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那有這樣子的competence 就是看到任何程式都把它看成資料 看到資料又覺得說 這個可以自動產生程式 還是沒有什麼比試算表好的教學方法 除非你是真的很小的小孩 那這樣的話可以用scratch 但是就是如果能夠用試算表 還是用試算表 有四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那要怎麼樣在大學的學習當中 找到自己的方向 具體來講就是要找到一個 你覺得值得解決的問題 如果你覺得現在沒有什麼值得解決的問題 你就去找你的親朋好友 有沒有什麼值得解決的問題 常常有人問我說要學哪一種程式語言 如果你真的要成為就是程設計師 那我就會說你想要解決什麼問題 解決那個問題的社群用什麼語言 你就學什麼語言 因為你學語言是為了跟這個社群溝通 不是為了學語言而學語言 所以找到值得解決的問題 真的是很重要 那如果你想我一樣是覺得說 登出的時候的地球 應該比登入的時候的地球好的話 那這樣的話有去發展目標 就是非常值得你學習的17個領域 那這17個領域裡面又有一個細項 169個細項 據說現在做USR都要填到細項 那就是我害得很抱歉 那但是我沒辦法就是說 這些細項的目標都是全人類在2015年 除了台灣之外 共同決定說全人類共同面對的這個問題 那我們雖然這個當年不是球員 連也是可以當裁判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也可以去用我們的永續發展目標的這個做法 不是只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 而是用永續發展目標的這種語言去告訴全世界說 你看我們又解決了非結合的問題 這個水資源漏水的問題等等 每次從我們黑客中的這個前五名或者前十名 而事實上到前二十名四名今年 全部都得扣合到特定的永續發展目標 所以不可能說169個沒有任何一個你不感興趣 這個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有空的話可以把那169個具體的永續發展目標看完 網址在globagoes.org 或如果你比較喜歡看中文的話 叫globagoes.tw 這個臨時動議說要我簽書 我們只有一個大合照的時間 可能沒有簽書的時間真的是非常不好意思 但是你可以很容易的找到我的email 我email在Twitter等等地方都有 所以如果你寫email給我的話 我絕對會用PGP這個電子簽帳 電子簽帳給你 這個是絕對沒有問題 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 48位朋友問說 那要怎麼樣子跟我一樣在睡夢當中 來解決燒腦的問題呢 很簡單喔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學會不要瞎探斷 然後選門一邊站 不要瞎探斷選門一邊站 是可以練習的 就像我最一開始講的 先聽對方五分鐘不要打斷他 慢慢你就可以聽到二十五分鐘不要打斷他 超過二十五分鐘強人所難 所以就要去休息了 但是就是說你如果能夠練習到 說你在一點當中你聽十幾種不同主張的人 談同一個題目 而且彼此之間都是互相就是看不順眼等等 但是你不會因為聽第一個人 所以你下了判斷 所以你到了第二個人的時候 你就用第一個人的角度去 有點模糊化第二個人的角度 這個叫做Style Transfer 就是你不要做這件事情 而是說第二個人就是如實的在聽 在聽在聽在聽 那這樣子你一天下來 聽了十的方面之後 你的腦力就慢慢有一個語言嘛 就會出現 那這個時候呢 還是不要想判斷 這個時候帶著這個去睡覺醒來保證 這個預算就升到2.5公分 你就可以到一個比較高的這個角度 來看這個世界 但是呢 如果你在一開始就落入了一個選邊站的一個情況的話 那你在正方的話 反方的其實你不是真的聽到它的問題 你聽到的是一個投射 那如果你是反方的話 正方你不是真的聽到它的狀況 你也是聽到你的腦補 那不管是投射還是腦補 那睡醒來也不會因此就能夠解決問題 說不定問題還會更嚴重 所以在行程的時候練習了 就是選邊語言站 這個還是最重要的 好 非常感謝這位朋友 最後說這個什麼翻我牌 光綜藥組十八代 這個有押韻 有學到押韻的訣竅 好 非常感謝大家 謝謝 好 非常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鄭委員的立法 在此我們特別準備 兩份精美的小禮物 要贈送給 臺灣政委員 那我們有請我們的校長 為我們發我們的禮物 我們第一份精品呢 是由我們未來學院製作的 職人所做綱筆 我們先來介紹圍巨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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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換鋼筋 此鋼筋不是普通的鋼筋 它包含了職人手做的溫度 此鋼筋從底間開始就更簡單 我們必須將圍巨筋 還有華盾試看書寫 在木頭筋 木紋以及樹種篩選上 也請挑選木紋 呈現最挑戰的難道來製作 第二份精品是我們手工製作的圍巨筋 謝謝